大家好 我是陈老师 欢迎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今天来跟大家谈一谈老师的专业 占卜 开始之前请大家按下订阅小铃铛跟赞 这样以后老师更新的时候 你才能获得通知哦 好 我们今天来谈谈占卜 其实占卜这个技术在任何国家都有 无论是西洋的塔罗 或是北欧的卢恩文字 以及中华民族的《易经》 《梅花艺术》《鸟卦》等等 都是殊途同归 用来帮助人们来解析 现在与未来的一种技术 那为什么占卜可以解析 现在跟未来呢 今天陈老师来跟大家解说 揭开这个占卜的神秘面纱 其实这个世界都是充满着各种的资讯 跟数据 也可以是说 这个世界是由各种数据与因果交织而成的 怎么说呢 上次我们在谈到有一集是水的存在 是不合理的 那一篇的视频 老师有讲过 我们身上的水分可能曾经是恐龙的眼泪 可能是鲨鱼的唾液 也有可能是青蛙身上的粘液 而我们桌子上的灰尘 脚上它的土壤 可能是20亿年前 它是一块巨石 也可能是数万光年以外的小行星 撞击地球后产生的 而我们吸入我们肺里面的每一口空气 它也有可能是西楚霸王项羽 当年仰天长叹 食不云我也 然后经过无数循环 又被我们吸入又呼出 这是什么意思呢 老师意思就是现在的一切都是过去的总和 而未来也是如此 因为现在的行为而会产生未来 所以说未来是可以通过现在的数据推算出结果 未来怎么可以计算呢? 当然可以 为什么老师这么说? 因为如果我们今天种下一颗种子 我们可以知道它什么时候会长大 种子是现在 发芽是未来 今天太阳下山 我们知道明天还会再升起 夜晚是现在 天明是将来 那要到底要怎么样才能知道未来呢? 那我们当然可以透过很多方式 今天我们谈的就是占卜 但是要占卜就要必须要知道占卜 他其实有三大要件 是什么要件呢? 好 就是第一个信仰 第二个能量 第三个就是媒介 嗯? 为什么占卜还需要信仰呢? 没有信仰就不能占卜吗? 啊 因为信仰与神明 它是比我们更高维度的一个存在 在上一集 天眼到底是什么的第一集 老师就有提到 这世间有许多维度共存的世界 比如说一到三次元 是我们所知的共同次元 而神佛就是更高次元的存在 而在神明之上又更高的次元 老师讲这些有没有根据啊? 有 老师这里引用啊 我们在中文化民族之道的三清 里面的道德天尊 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太上老君 其中一部经典叫做清净经 里面的开头就提到这件事 他里面说 大道无形 生与天地 大道无情 运行日月 大道无名 长养万物 无不知其名 强明曰道 太上老君这段经文的意思是说 这个世界上的运转 这个宇宙的运行 是一个比我三清 太上老君 更高维度的存在 以三清的高度 尚不能以见得这个道的真身 只知道这个世界 这个宇宙 都是由这股力量所产生和运行的 太上老君只能解释 所有的运行与存在 却没有办法形容这股力量 所以我们就称它为道 那这个跟占卜有什么关系啊 占卜就是需要用这个道的力量 这股道的力量 它是不分宗教 肤色 更不分国别与性别 但是我们一般人却没有办法驾驭这股力量 只能请信仰的神明 来协助我们 藉由这个道的力量 来解析我们的现在 过去与未来 但是这股道的力量 它太巨大了 无与伦比 如果没有我我们没有借着更高维度的神明来进行调控 却想用自己的力量 单独的来接触到这个道的力量 那会像什么 就会像你企图是用手去停止或是触摸全速旋转的黑音直升机 他的螺旋桨即使你成功了得到一些能量来进行占卜 那最终也会让自己就是占卜者的自身自体能量被打乱 所以没有信仰的人来进行占卜 即使他已经掌握到了解盘的技巧与方式 那那位占卜士也只会越占卜 越让自己的运势与能量越来越差 最终也会随着占卜的次数越多 自身的受到伤害也会越大 所以像老师这样子的 我们是来当做职业的人士 除了信仰之外 更必须要勤行 每日我们要诵经 要修行 要做功课 与什么 与更高维度的神明 建立起良善的关系 累积这个福报的本 这个福报的存款 才能长久的职业 为人解惑 这个就是要件 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占卜的能量来源 这个能量的来源呢 其实就是在问世的人跟占卜士两方的念头 问世的人或占卜的占卜的老师 或是占卜士问这件事的心态 也决定了这个占卜的准度 什么叫心态? 这就是我们占卜里面一定要提到的 叫做三不占 所谓的三不占是什么呢 就是三个占卜的基本规范 第一个是不成不占 第二个是不义不占 第三个就是不疑不占 所谓的不成不占 意思就是你并不诚心的想要来找出这件事的答案 一如问世的人抱持着知道也好 不知道也好 都没有关系 反正就不看看 结果怎么样都好 那这种就是比较称作为不成 这样的心态就是刘伯温在世 诸葛亮出马 这卦也站不准 这也是因为什么呢 问世者的精神能量不集中 属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 就无法产生主动的能量 来让占卜式占卦的动力产生的推力 所以这个卦 它的准确度就会大幅的下降了 这来是不义不占 所谓不义就是什么 就是所谓的以贪取非分之想为不义 最简单的就是什么呢 不能算乐透号吗 这就属于不义的范畴 那这个其实这个范围 它是比较广的 但是主要还是规范在损人利己的出发点 就是不义 例如什么呢 例如小三小四小五算这个外语的男朋友 什么时候跟他原配离婚 或是我们去算选举或赛事的胜负博弈 我们要博弈的赌博的 这都算在内 最后一个是什么?不移不沾 意思就是你对这个事情的发展 大部分都确定了 只想求个心安 也就是假如说什么呢 假如就说你知道你某某天会结婚 比如说你下个月这个时候 这个下个月的你下个月会结婚 中途你也不会发生什么意外 然后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 都很OK了 就只是走路突然闲着无聊啊 反正现在事都做完了 没事 哎 那边有个密相馆 或是有个朋友会占卜 我们再问看看 那我这样会不会顺利结婚 对于这种发展上没有疑虑的 他也不会什么变化的 就像占明天太阳会不会升起来 这种就是属于不疑 没有疑惑的 以上三种就是三不沾 如果硬要去沾 硬要去算 会怎么样呢 那最好啊 这种系列的心态的话 最好就希望怎么样 你遇到是业余的 他没有信仰 也没有宗教的玩家 为什么 因为这样 至少不会让神明不开心 业力可以小一点 怎么这样讲呢 好像是说你今天开一个 今天去经过诊所啊 挂个号 医生问你哪里不舒服 没有 我就觉得好像会生病吧 所以你看看我会不会生病 你觉得医生会怎么样的心态 就很不高兴 对不对 你去警察局经过这边 你才问说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吗 没有 我觉得可能治安不太好 我无聊 请来看看 哎 你给我报告一下 最近治安好不好 你觉得警察要把你怎么样 这就是这道理了啊 对人对自己 那对神也这样 那当然就是很大的问题了 那老师最常用的占卜方法是什么呢 哦 这个就要看媒介 所以说我们最后一个方法就是媒介 这个媒介有各式各样的物品 例如塔罗牌 卢恩文字 各种的什么卦都可以去用的 那刚老师说了 老师最常用的就是什么 梅花艺术 梅花艺术是谁发明的 不是老师发明的 梅花艺术就是我们之前拍了一个视频 叫做铁板神术 这篇视频里面 他的母书的作者 也就是我们的宋朝的邵康杰 邵先生 所研发出来的占卜模式 这个占卜的方式啊 他没有特定的媒介 他是以世界的万物作为媒介 例如什么呢 花瓣 我们沾个花瓣 或者是地上几颗砂几个土 这个石头取一个树啊 或者是什么呢 哎 像现在的车牌 或是时间 或是走过来路人甲 都可以纳入我们梅花艺术占卜的内容的媒介 梅花艺术 他的精神是什么 能够透过万物触发的机缘 来归入我们的《易经》以及八卦之中 所以梅花艺术特别注重的是 触及灵洞 这个意思像什么呢 就像蝴蝶效应一样 从万物中找到一个对未来的线索 好 那如果今天问世人已经我们取得这个资讯了 占卜者也得到这个资讯了 那我们就把这些资讯怎么样装入《易经》卦中 这些卦会分为八个基本卦 哪八个呢 包含了前卦 对卦 离卦 正卦 逊卦 砍卦 更卦 坤卦 这八个基本卦 然后再按照促进灵洞里面所取得的资讯 分别排成五个基本卦 然后这五个基本卦在互相去做变化 就可以得到什么 问世人咨询事情的现在过程 以及结果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像老师的话就会去对应到 哎 你现在状况是不是这样 如果你现在状况跟老师解析出来的 哎 差不多 那老师就会继续开始解析这件事的发展过程会怎么样 还有他最终结果可能会怎么样 那有人就可能会想 话都你讲的 那占卜出来是可不可以改 其实无论任何占卜出来的结果 都是可以改的 无论是你用什么样的占卜 都是可以改的 他以老师这个一金卦或是梅花艺术卦 其实最大的精神 他的最这个卦法的最大的精神 就是在最后一个卦叫做变卦 因为任何巨大的事情都会因为一个小小的改变而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老师举个例子 如果911事件当时的安检人员可以再严谨一点 再仔细一点 是不是有可能911事件不会出现双子星塔还是双子星塔呢 再举一个国内的例子 如果台湾228事件 我当时的警察 放水不抓这个诗烟 睁只眼闭一只眼 反正我吃公家饭的 不管这么多 那是不是228的状况也不会发生 至少他不会在那边发生 所以说占卜的他一个模式 其实是一个 缜密又精细的运算学的模式来算出来的 哦来算这个未来 那好像从一个随机的一个变化中 占卜就从好像从随机一样去找出未来变化的脉络 有人说或许有点像什么呢 像微积分 但是要怎么去形容他呢 抽样统计吗 老师只能说 这个是一个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模式 来读取未来的时间 这个超级大的数据库的记录 而各位要清楚一点 影响这个时间与未来变化的 却不是占卜 也不会是任何的命理学 也不会是任何的老师师傅 更不会是科学 会影响未来的时间与变化的 是在你的一面之间 有时候一个想法 我们就可以改变一个世界 有时候我们做一个决定 就可以翻转我们的人生 各位说是吗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 各位记得按下订阅跟赞 下方的说明页面 有老师刚刚提到的各种推荐的视频列表 包含月亮是人造的 天眼怎么开 以及铁板神速 若你需要老师的专业咨询服务 在最下方有老师的联系方式 如果你对本集有任何的看法 老师也非常欢迎你呢 在下方的留言跟讨论 只要记得文明讨论 理性留言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